在隔离病房内自速确诊就像感冒 独派大佬蔡丁卫1月9号回国确诊 但没想到传出跟他一起回国的妻子 竟然在十多天后也染疫 蔡丁卫在脸书发文透露 说昨天下午他的妻子在集中检疫中心 被裁剪疑似阳性 晚间11点被送到和平音乐 留言处他还写下 明明1月9号入境已经17天 潜不起应该不会这么长 毕竟蔡丁卫跟妻子 1月9号从美国回台湾 当天拓役裁剪 晚上就入住防疫旅馆 但1月11 蔡丁卫被通知阳性送医院隔离 但妻子却是阴性 不过因为是密切接触者 还是送到集中检疫所 没想到等到1月26号再裁剪 却应转阳 相隔17天 才确诊 如果他最后证实他也是Omicron的话 以Omicron大部分的潜伏期 相对来讲还是比过去的变种数是比较短的 大部分3到5天之间 所以如果他1月9号回国到现在已经是1月26号左右了 那可能相对来讲已经超过14天以上 那这种可能还是要考虑 是不是在社区或者是在 他本身在隔离期间 在隔离旅馆 则被感染的 专家也说还是要先看感染的是哪种病毒株 但也不能排除在隔离场所感染 不过详细一调还是要等指挥中心来做理清 三连兄弟叫做阿薛台北报道